年少的邓紫熙曾放出狠话 如果相反有人唱功比我好 我死不疯狂 14岁的她参加歌唱比赛 被封了音乐经纪人张丹看众 16岁正式作为歌手指导 在公司的安排下 借金鱼嘴在社交平台上 有关注度的邓紫熙 错把她的影响成一个主见 在网络上罢付幸而肥 说无捉虚恶心 16岁的她还不知道 年少的行为 可继续将来留下了巨型炸弹 出生在音乐世家的邓紫熙 有很奇怪的音乐天赋 五岁就开始作曲 原子13岁和成一群开广告 20岁成为跟上 软聚年轻的女歌手 说到五年就包了各项音乐大奖 成为了当初舞台的音乐小演后 如果说这个时候的邓紫熙 还只是在中国香港出现 那么2014年的《我是歌手》 让她彻底打开了内地市场 然而爆红伴随的黑衣 也随上而来 大骂胡信尔不珍重前辈 炒作无下线 同对作妖 本次疯狂成了邓紫熙的五岁 2015年《我是歌手》总导演 红涛的那一句《你不换歌》 《我们换人》 彻底把她推向了人生低谷 但这件事 其实还另一个离情 邓紫熙和经纪公司的关系 就像她歌里写的 除了自己的爸爸 她最信任的人就是经纪人张丹 因为《我是歌手》总导演 红涛的一句话 她的微博下面 18万条评论都是骂她的 即便后来红涛澄清这句话 不是针对邓紫熙 邓紫熙却被夹在节目主 和公司的对抗中 成了舆论的牺牲力 那段时间 紫熙不是在澄清 就是在澄清的路上 可以说邓紫熙的黑历史 基本都是因为团队作妖导致的 她与公司的分歧也越来越大 但念旧的邓紫熙 还是选择给公司一些时间去成长 但经纪人张丹 反而更加放纵 不仅打压她 让她从心底里相信 自己只是一个商品 离开张丹的她什么都不是 还多次违约 瞒着她接代言 注册邓紫熙相关的商标 忍无可忍她选择的公司写 约自立门户 并邀请男朋友Mark 往他做造型 一页直线上升 但自家粉丝 却看不上男友Mark 网友更是扒出 华晨语和他的暧昧往事 而邓紫熙的新歌 超能力 全直指 细细男友 华晨语 邓紫熙新歌 高调地 是自己未婚已遇的 细细男友 华晨语 MV里 给自己洗脑的火星人 连口头传 BBB都被写进了歌词里 威高而赞中 自曝来自天堂的魔鬼 是自己2015年 写给暗恋对象的歌 那个时候 他和华晨语的绯闻 正传得火热 这也不是他第一次 DIS前男友了 参加金星秀时 直接DIS里淋游家 但更多时候 邓紫熙还是把自己恋爱 时的感受写进歌里 让他一泡而红的泡沫 使和初恋男友吵架后 在国外聊伤时 看到别人吹泡泡 共发的灵感 几年前 邓紫熙在吃火锅时 以为阿姨专程过来感谢她 因为她的泡沫 陪伴处于离婚期的阿姨 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也因为这样 邓紫熙被调侃 说和美美一样 把每一任男朋友 都写进了歌里 巧合的是 美美的新专辑封面 又被质疑 抄袭邓紫熙 两个人都是 非常有才华的女音乐人 也都在等着真人后 遇到了堆的人 毕竟没有感情经历的人 又如何写得出 动人的情歌呢 对视不对人 最有态度的考古专家 感谢观看